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只鸟飞过来叼走了一封邀请函 几天后 动物王国收到了邀请函 原来小鸟把邀请函送到了这里 动物们开始讨论要不要参加奥运会呢 最后 动物们决定去参加奥运会 几天后 它们终于来到了这次举办奥运会的国家 哇 动物们怎么也来参加呢 对呀 人们虽然感觉很惊讶 但还是和动物们一起开始了奥运比赛 不过 给动物们住的地方和吃的食物都不太合适 因此 人们加紧准备了适合动物们的房间和食物 动物们也像其他选手一样 跟着音乐进场 人们第一次看到动物选手都呆住了 直盯着它们看呢 比赛一开始就状况连连 跳远场上 这股选手展开翅膀 一下子就飞得很远 拳击场上 袋数选手手脚并用 跨栏项目中犀牛选手直接撞到了栅栏 冲了出去 射击比赛中 大象选手一直射中红心 嗯 其他选手十分不满 跳水比赛时 河马选手用力一跳 观众们纷纷举起了雨伞 游泳比赛时 海象选手的水道一再加快 为了参加划船比赛 河里门自己造了船 这时 水上芭蕾比赛出现了让人惊讶的画面 八只海豚同时腾空跃起 表现出比其他选手更高超的技巧 哇哦 其余参赛的动物选手更有信心了 哥哥充分展现出自己的本领呢 有的动物选手很轻松 有的动物选手又很优雅 还有敏捷的 有利的 有的小风一样 可是 它们也有失误的时候 跌得灰头土脸的时候呢 有时候虽然很努力 却没有得到最好的成绩 参加划船比赛时 河里队是最后一个到达终点的 不过就算如此 动物们还是不愿意放弃 连人类也一起为它们加油呢 现在正颁发第一 二 三名的奖牌 参加体操比赛的五位熊选手得到了铜牌 动物们就像自己得到了奖牌一样开心 当然 它们也不忘祝贺金牌和银牌选手 友谊比比赛更重要 人类和动物成为了朋友 奥运最后一项比赛是马拉松 人类和动物们一起准备开跑 观众们热烈地为它们加油 选手们虽然又疲惫又口渴 大家还是互相鼓励 冲向终点 谁会赢得这场比赛已经不重要了 奥运会闭幕时 人类和动物互相祝贺 互相鼓励 并成为了朋友 天气晴朗 正是动物们回家的时候 这次奥运会对人类和动物来说 都是非常难忘的 它们互相约定 我们下次奥运会再见 嗯 再见 好了 宝贝们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这本绘本告诉我们 重要的不是输赢 而是全力以赴 相信孩子们也会像这本书的动物一样 找到它们的特长和兴趣 在我们的加油和掌声中 到达它们梦想的终点 想要收听更多儿童绘本 欢迎关注格子匠讲绘本 格子陪你一起成长